欢迎来到KK音乐 自从爱的迫降出圈之后 关于玄冰和孙艺珍之间的恋情传闻 就一直没有停过 近日 他们更是在同一天发布了最新的杂志写真照 这也让粉丝们惊叹于两个人的默契 但鉴于玄冰和孙艺珍近期 曾被传出各自有了固定交往的对象之后 而他们偏偏又选择在这个时候同时发布新照 这也让网友众说纷纭 日前 玄冰所在的经纪公司上传了一组 他为某个手表品牌拍摄的代言照 已经38岁的玄冰充分展现了成熟男艺人的魅力 他无论是穿着 发型还是眼神 都能够抓住网友们的眼球 也有粉丝直言品牌方找玄冰代言是找对人了 与此同时 玄冰的绯闻女友孙艺珍也有新照片流出 此前 孙艺珍对某个杂志拍摄的内页正式对外公布 孙艺珍高调亮相 孙艺珍的时尚表现力一向不错 而在这组照片中 他更是充分展现了都市女性的美感 即使玄冰和孙艺珍同框 没能同框 但也有不少CP粉 自己动手将俩人的照片拼在了一起 从画面上看 两个人倒是十分般配 虽然说玄冰和孙艺珍的绯闻传了快两年时间 当事人在此期间 也有不少亲密的互动 但近期 玄冰和孙艺珍却被知情人士爆料称 他们各自有了新的交往对象 其中 孙艺珍似乎与新男友交往了很长一段时间 两个人每周都要一起打高尔夫 如果情况属实 那么孙艺珍和新男友的感情也是相当甜蜜 而玄冰则被指与演员吴连旭因戏生情 目前两个人正在交往当中 吴连旭虽然人气不及孙艺珍 但是他的作品却是很多 此前吴连旭曾与李盛基合作出演《花游记》 还曾与Ring等巨星有过合作 吴连旭更是因为与花美男金凡的恋情而引发热议 两个人几个月前才刚刚分手 而玄冰与吴连旭之间的合作 还要追溯到2016年 在那之后 吴连旭很快就和金凡进行交往了 玄冰也在与江苏拉陷入热恋 很难想象两个人会在四年之后传出绯闻 况且截至目前为止 也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晒出过玄冰与吴连旭的合照 至于孙艺珍所谓的男友是否真的存在 也很难说 这样看来 在当事人出面进行回应之前 很多事情都无法下结论 而这次玄冰与孙艺珍同时发布新照片 这也让CP粉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或许他们未必就真如知情人所说的那样 已经都开始新的恋情了 但即便玄冰和孙艺珍都是单身 也很难证明两个人还有机会成为真正的情侣 毕竟此前 无论是玄冰还是孙艺珍都曾出面辟谣过相关传闻 其实即便不靠恋情等话题获得关注 玄冰和孙艺珍的资源和口碑依旧很好 孙艺珍就在接受杂志方采访的时候 谈及了自己目前的处境 孙艺珍表示即便她还没有确认出演新戏 但仍旧是活动不断 她也很享受目前的工作状态 玄冰则在一年之内拍摄了多部作品 她主演的交涉也进入了上映倒计时阶段 如果该剧的播出效果能够达到预期 那么玄冰的人气和资源必定还会更进一步 对于玄冰来说 她其实根本不需要靠感情话题获利 所以大家还是多关注她的作品为好 其实关于荧幕CP如何在剧集播出结束之后 快速结榜一直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目前看来 似乎就连玄冰和孙艺珍这样颇具经验的演员 都很难全身而退 但如果她们后续能够通过出演作品的方式和其他明星们组成新的CP 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